而在市议员选举之后 接下来就要进行政府议长宝座之争了 国民党市议员选举中一共拿下33席 是最大赢家 而如果再加上其他党派的议员支持 议会席次过半的机会相当大 未来势必全力进攻政府议长宝座 力拼府会完全之争 开票业确定连任市议员许昆源总部 开心不已频频高喊口号 而周一大早花圈花篮摆满总部前 许昆源跟着车队扫接拜票 夫人林思瑜坐镇总部 感谢选民的支持 要感谢一路走来乡挺的乡亲 好朋友们有你们的支持 我们会配合市长的拼金记 守护高雄拼金记 许昆源开心不是没有道理 这次受到韩流浮选发威 国民党在高雄市议会席次大要进 一局抢下33席 如果加上其他友好五党级议员 以及亲民党国议政力挺 过半机会相当高 是必将全力抢攻正副议长的宝座 早在韩国瑜去年 接任国民党党部主委时 许昆源就高分被喊出 将角逐下届议长宝座 而这次顺利连任 他表示也会全力协助韩国瑜 争取府会完全执政 前几个月如果国民党团的过半 就口康元来招联国民党 以及我们务党的建议 大家共同来为议会 担我们议会 为我们高雄市民打拼力 也扮演感动的角色 如果我们韩国瑜 就真的一个很好的政策 对我们全体市民 优励的高雄市立的 专业听到对 议员本身他们也会有一个 这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来推荐出他们自己 最认为最适合的 这一个政府议长的 这一个人选 来协助市政府 在这一个高雄市 这个市政的这一个区块 国民党成为最大赢家 民进党高雄市议长宝座 恐怕也将失守 接下来只能扮演议会的 制衡角色 重新再出发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